军迷圈外媒 泰国加入美在中国周边F35朋友圈 据印度媒体欧亚时报网站报道 泰国皇家空军计划购买美国制造的F35隐形战斗机 以及中程辽机无人机 以加强其国防力量 目前 泰国皇家空军正在寻求采购一种新的战斗机 以取代其老化的F5和F16战机 这些战机的使用寿命即将结束 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 许多国家正在寻求购买隐形战斗机 以帮助增强其防御能力 继瑞士之后 芬兰最近又宣布以95亿美元购买64架F35A战斗机 以替换其老旧的FA18机队 泰国皇家空军总司令纳帕德吉表示 由于F5和F16已经服役30多年 导致维修成本和安全问题增加 急需新战机替换 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F F35战斗机 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 现在该机的成本已经从最初的1.42亿美元下降 到了8200万美元 现在的泰国空军 还装备有瑞典萨博公司生产的英式战斗机 而该机的价格也达到了8500万美元 因此 纳帕德吉相信 采购洛马公司的五代机并非遥不可及 根据谈判 F35的价格还有可能会降至每价7000万美元 而采购新战机的预算可能会在2023财年分配 该财年将于2022年10月开始 泰国可能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新战机的采购 纳帕德吉还强调 泰国空军购买新武器 是致力于保卫人民和国家的安全 由于疫情造成的预算限制 空军将计划分阶段购买新战机 此外 泰国空军还对其他现代空中作战装备感兴趣 特别是由澳大利亚空军和波音公司联合开发的 中程辽机无人机 纳帕德吉表示 空军不需要采购一整支F35战机中队 他们可能只需要采购8至12架 并购买一批中程辽机与载人战机并肩作战 空军将向泰国总理和国防部长提交一份采购议案 如果获得批准的话 那么首批F35将部署在东北部的赫勒府地区 F35使用了美国最好的先进技术 该机拥有的强大电子战套件 可以实现美国盟友之间的无缝护操作 这可能会让中国感到担忧 目前在亚太地区已由四个国家采购了F35 分别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 不过新加坡国防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购买F35是为了其自身的防务战略 而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 或与任何国家结盟 新加坡还进一步驳斥了它 为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中国的言论 日本最早曾订购了42架F35A 随后在2018年12月 日本又将购买F35的数量增加到147架 其中包括了采购42架F35B短起飞垂直降落战机 韩国为空军在2014年 与美国签订的64亿美元合同 订购了40架F35A战斗机 而2019年韩国方面透露 已经启动了其第二阶段购买隐形战斗机的计划 将继续采购20架F35 而澳大利亚也采购了72架F35A战机 以取代其FA-18AB大黄蜂战机 面对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寻求各种遏制中国的方法 而美国已经在中周边地区构建了F35朋友圈 而当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开始驾驶F F35进行空中巡逻演习时 中国会有什么反应 还尚待观察